原标题 一名普通剧族 只因偷偷埋葬了一具尸体 从此 明满天下被后人敬仰南送绍兴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即公元一一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这一个永远在入历史的悲痛时刻 抗金明将岳飞被杀害 岳飞被杀害后 南宋都城林安的老百姓悲痛不已 世人文之 七创又多位者 由于家人被皇帝流放 岳飞生前好友则担心受到牵连 无人敢来给他收尸 就在这时一个小人物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飞顺 生足年都不详细 岳飞被杀时 奎顺是林安监狱里一名普通御徒 此人为人忠义 对岳飞更是仰慕有加 当岳飞在风波亭被杀后 奎顺看到没人给岳飞收尸 他就趁着夜色 偷偷将岳飞遗体背出城外 摆葬在酒区从此旁 为了让后人便于寻找岳飞墓地 奎顺把岳飞遗体上的预带记在腰部 而且还在埋葬点栽中了两颗菊树 关于奎顺埋荡岳飞 判断绍兴三十二年 宋孝宗准备北伐 他接受了大臣的建议 正式为岳飞昭雪 可是问题来了 没人知道岳飞的尹还在哪里 于是宋孝宗以五百两白银 悬赏寻找岳飞的尹还 故岳飞其自杭国 不予数年 位置将相 而能世上以忠 欲众有法 以立功效 不自金花 于列一封 至今不免 去东容恶主之众 施行不扰 动有纪律 道路之人 归功于飞 飞虽作是以末 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 今可养成圣意 与破腹远观 以立改造 访求其后 特与陆佑 皇帝要给岳飞平反昭雪的布告 贴遍临南大街小巷后 奎顺让儿子 按照父亲的主妇 向临安关 府报告的岳飞仪还所在的位置 同年十二月 宋孝宗给岳飞安排了隆重的迁葬仪式 将其迁葬在杭州西湖七峡领下 可以说 如今人们能在杭州西湖边祭拜岳飞 奎顺的功勋鞠躬至位 原本是一个普通狱族的奎顺 因偷偷埋葬了岳飞的遗体 从此被后人铭记敬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